可以再試著改變一下程式 改變哪些 你可以在第二個單元 基本語法與結果控制的地方把它打開來 第二個單元裡面 請各位打開來之後的話 可以再看一下 因為基本語法裡面 往下卷動第二個單元 各位可以看到有關第三頁的地方 有所謂的算數運算值 那這個算數運算值非常重要 每個都會用到 加剛剛用到了 減可不可以 你比如說剛剛A減A加A減 你可以改一下 乘可不可以 除 那可能比較陌生的就是下面這三個 百分比的話percent 這個指的就是說 如果我除以多少的余數 所以如果你要求余數的話 有點像ECL裡面那個MOD MOD VBA裡面叫MOD 那這個地方的話叫百分 就是percent 就是我們如果要求多少除以多少的余數 OK 那就百分比 那除除的話 就是除完之後的整數 也就是說呢 除完之後不會有小數點 比如說什麼31除以6的話 31除以6 那就5啊 5點幾 但是他就回來就給你5 就是沒有 小數點的部分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 這個還蠻好用的 就是幾次方有沒有 就乘乘就可以了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改一下 這地方的話 比如說你這邊可以把它改成加 減 減 乘 除嘛 OK 那 除的話 我們乘除 這樣其實要簡單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這個百分比 那數字可以改一下 34好了 請問一下 這個的ANS等於多少 余數嘛 余式嘛 對不對 OK 所以答案就是4 不知道的話 執行一下就知道 有沒有 4就出來了 OK 然後 那另外 如果說 假如說你要保留舊的 像剛剛有同學問到註解 比如說這4行 如果你要註解某一行的話 你可以在前面加一個警字號 請字號加在程式的前面 那等於這一行就不會執行 但是如果你要去除 就把它再把它delete掉 就OK 可是問題哦 如果像我們有很多行程式 希望一次全部註解的話 怎麼做 其實這樣各位 這個也是一個小技巧 也可以不是裡面可以用的 你可以的嗎 這4行假如說全部都要註解的話 那你就全部選取 然後按下什麼呢 有個快速鍵 所以剛剛有交給Ctrl加 Ctrl減是放大縮小 如果說你今天呢 要把這4行註解的話 就是Ctrl按下去 再按一下那個斜線 就是問號那個有沒有 問號有沒有 或者它旁邊是 倉截是足 足的那個按鍵 Ctrl加問號 其實下面是斜線 Ctrl斜線 這樣的話呢 這4行呢 就被註解掉了 OK 然後呢 如果你要把這個4行呢 再重新怎麼樣 把它恢復成沒有註解狀態呢 那一樣 選起來 Ctrl再做一次 這樣子的話 就取消了 OK 那這個怎麼用呢 因為有時候我們常常會寫 程式會需要 可能寫不同的寫法 我想要試試看 但是如果你在寫不同的寫法的時候 那舊的程式當然你不 當然不是說直接把它刪掉 因為如果你把它刪掉的話 那可能你寫了新的 後來發現舊的好像比較好 那這時候你刪掉就完蛋了 所以通常怎麼樣 會把它註解放旁邊 還確定 確定好像 它實在沒有用 那就把它刪掉 可是如果說不確定的情況下 通常會怎麼樣 Ctrl加一個斜線 把它放旁邊 當成註解 如果我說呢 你要恢復的話 就把它恢復 當然註解 不是只有這種用途 註解就是說 你要寫一些程式的說明 比如說你可以怎麼 寫一個心得 你要寫一些敘述好了 這些程式到底在做什麼 你也可以寫 不一定說只是死板板的 像有些同學蠻厲害 我之前看過 有人直接把筆記就寫在上面 有沒有 而且寫好多 上面 反而程式很少 筆記特別多 那怎麼寫 打完之後按Ctrl加斜線 那些都註解 可不可以啊 不然的話 有時候你不知道你的筆記要放哪裡 那根據放在程式裡面不是最好的 OK 因為一看就知道 到底什麼意思啦 不然的話 有時候直接看程式 不知道在寫什麼 OK 好 其他的話還有什麼呢 像剛剛我提到 這邊可以把它改成除除 有沒有 34除以5 當然就會有小數點 可是除除的話就沒有 所以執行會多少 欸 對 應該 6 沒有問題 那另外的話 這邊可以乘乘 34的5次方 多少 算得出來 算得厲害 OK 34的5次方 OK 我應該數字很大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就這麼大 OK 不過理論上大概沒有人去記這些東西啦 剛才交給電腦就好了 好 所以特別注意 將來你們可以練習的時候 可以這樣子 就是在第二個單元 直接看那個算數運算值 那其他還有什麼地方 所以這個算數運算值可以練習一下 那再來還有一個地方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這個程式裡面 做一些說明 比如說呢 假設了 34的5次方 或者剛剛改一下 改回來了 加好了 加當然就是加起來 是在39 如果我今天希望什麼 加總冒號 或者是什麼 加總結果冒號 一個敘述嘛 然後面再把 加總結果 帶到後面 也就是說呢 我要把這個 前面加個敘述 什麼敘述 最特別是喔 print的前面 如果你要加個敘述的話 記得喔 可以給他一個文字 後面再加一個串接 OK 所以喔 文字 那什麼文字 比如說我前面就是給他一個什麼 加總兩個字 然後冒號 後面的話呢 再把他串什麼 串這個結果 OK 他理論上喔 如果你這樣寫在VPS 直接可以執行 沒有問題 可是呢 在Python裡面 會有幾個問題會發生 什麼樣的問題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問題喔 這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吧 將來我是希望說 在前面加個加總冒號 然後把39 放在後面 那可是喔 如果這樣寫的話 在Python會遇到第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各位可以看到喔 以後呢 如果程式發生錯誤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 也要必須看懂下面的敘述 因為呢 下面的敘述喔 就是告訴你該怎麼做 但可能你要慢慢習慣啦 不過目前你們應該 還沒有寫太多程式喔 那各位可以看到喔 他這邊有個敘述 就是說你這個語法錯誤 那語法錯誤裡面跟你講說 Nung UTF-8 code 欸特別注意喔 什麼叫Nung 沒有UTF-8 那UTF-8特別注意喔 這個UTF-8指的就是一個編碼方式 那這個編碼方式喔 一般我把它稱為就是喔 非微軟陣營使用的編碼 非微軟陣營 因為主要是 因為微軟就是跟人家就是要不一樣 然後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他Windows試占率太高了嘛 他想說我幹嘛跟你一樣 應該是你們跟我一樣才對吧 OK喔 所以會造成這種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 是在Windows裡面寫這個程式 所以Equilibus預設的編碼 是用Windows的編碼 那不是用UTF-8 那Python呢是用UTF-8來做編碼 所以一定會造成什麼 兩邊資料不同步的問題 所以怎麼辦呢 這時候你可能要做一件事情 請你把齁 再修改一下 因為這個都是 始作俑者 你說是微軟 好像也不公平啦 因為他試占率這麼高 他為什麼要跟別人一樣 所以修改的地方特別重要 請你在Windows 剛剛一樣嘛 設定 Preferences 這邊 記得找到 剛剛是找到PiDiv 我們是往上找 找到第一個 General有沒有 點一下 裡面有個Workspace 工作區 那這邊就有個Test File Encoding 就是那個什麼呢 我們那個文件的 檔案編輯的編碼方式 那他預設就是什麼 Default MS950 那你只需要改一下就可以了 改成什麼呢 Other 清單裡面呢 選擇哪一個 應該用 拆應該可以拆得出來 請你勇敢的把它改成UTF8 那這個問題 就不存在了 OK 主要是因為 這個版本 他是 用那個微軟的編碼方式 那Python是用UTF8 兩邊不match 所以怎麼辦 改就OK了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你今天 現在用那個蘋果電腦開發 或者是用Linux開發 就沒這個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很多人寫Python 都會去買一個Mac電腦 來開發 主要是希望沒有這個問題 OK 所以如果你不想看到那個什麼 None-UTF8這種錯誤有沒有 你就去買一台蘋果電腦 來寫程式 就不會這個問題了 我是開玩笑的 你不要真的很衝動 為了 為了寫Python 然後去買一台蘋果電腦 不過真的大部分 很多那個Python工程師 都是用蘋果電腦 OK 當然很多 也是跟風 所以我之前也因為這樣去買一台蘋果電腦 不過現在是我太太在用 很漂亮沒錯 但是 反正就是有很漂亮的 很漂亮就對了 OK Apply Close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記得把它改一下邊 這個 UTF8 Apply Close 就可以了 那Close掉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另外一個問題 剛剛打的是怎麼變亂七八糟的 因為你剛剛不是用UTF8 現在才是 所以怎麼辦 重新打一下 冒號它不會變 再打一次 所以就變成說 或者你改完之後再來 再打也可以 不然的話又要再重打一個 那另外執行的話 會不會有問題 這個時候的話 剛剛是語法錯誤 現在的話 就不是語法錯誤 什麼錯誤呢 什麼錯誤呢 Type Type是什麼 資料形態 L就錯誤 Type L 它告訴你說 把它Ctrl-減 縮小一點點 不然這個底下 另外它有跟我們提醒說 這個地方 還有什麼呢 如果你要怎麼呢 就是 串接兩個資料的話 那你必須做一件事情 它還特別提醒你 底下還有說明 它說呢 你這個不能是int 一定要把它塗 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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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說 自竄 這個中文 白話意思就是說 不過我覺得 它Python工程式有沒有太妙 這到底是英文還是火星文吧 你要不就把它寫完整 你寫這種 說真的 不過工程師真的看得懂 我還真的看得懂 OK 我看到我還蠻熟悉的 所以工程師可以跟工程師對話 但沒辦法跟別人對話 這個寫法真的很妙 他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是文字 那你要串接的東西 後面也要是文字 不然的話 它兩個型態不一樣 它沒有辦法幫你串在一起 有沒有 我講的應該是還蠻標準的 有沒有 我蠻可以理解他們的意思 為什麼 因為看久了 我發現工程師跟工程師之間 真的蠻可以對話的 一個眼神就可以說明一切了 對有時候 OK 好 那這個地方怎麼改 很簡單 你就直接把這個轉型 轉成什麼 轉成四串就可以了 轉成文字 文字就是String 它裡面是放一個整數 對不對 前同學在Compute的時候 把它這個註解一下 那怎麼知道它放的是什麼形態 你可以print 另外你可以順便學一個叫type type type 顧名思義 就是形態 你可以把什麼 把ANS 放到裡面來 然後執行一下 type 有沒有發現 它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放的型態是int 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今天 假如說你把什麼 把這個加總兩個字 假如一樣type 放在這裡面好了 然後type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street 所以兩個沒辦法合併 那怎麼最簡單 特別重要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文字的話 很簡單 只要在這個變數的外面 再加一個一個函數 叫street 前刮弧 後刮弧 這樣就把它轉成所謂的字串 那把它執行 type看一下 有沒有 它就是street 那實際上加了這個sdr的話 它就等於是說 把這裡面本來是39 變成什麼了 這樣的39 那跟前面的 就同一個形態 才可以串接 OK 所以這邊應該可以看同意思 所以我們再把這個註解掉 然後呢 我就在這個前面 再把它反數解 然後呢 把這邊做什麼呢 加一個str 前刮弧 然後再後刮弧 把它轉換成正確的形態 再做輸出 看一下 有沒有 加總冒號39 這樣就OK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待會的話請各位練習什麼 也許可以把這個 算數運算值 加減乘除之外 然後 百分比 除除這些 先練習 然後在這個前面 加那個 一個中文 不過這個中文 記得喔 你可以先 最好先改好了 workspace general workspace 把它改utip apply 然後打上去 後面記得把它串接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另外的話 我是建議也可以試著用type type這個function 主要就是確定一下 這個變數裡面到底是放哪一個形態 因為如果不同形態的資料 你要做串接會出錯 比如說文字跟文字才可以串 數字跟數字才可以串 不是串 應該如果你數字跟數字 中間加個加號的話 那就把它做 做計算 ok 所以這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試一下這部分 好